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可她对我的误会很大 最近总是动不动的就跟我提分手 我感觉她根本就不在乎 就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工作工具 她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想以后跟她结婚 这个礼物是我的全部 我想把我的全部都交给她 平时生活中我根本不像是她的女朋友 反而向她的下属 我俩每天最多的交流就是工作任务 我真的累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广东 广告从业者 女嘉宾小雅23岁来自安徽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安徽广东是吧 咋认识的 我们两个人一开始是在同一家广告公司里面实习 然后她是在广告设计这方面比较熟 我的工作方面也是比较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帮助 然后在工作中就经常去请教她这方面的问题 后来在相处中我觉得她这个人就挺好的 就跟她展开追求嘛 后面就在一起了 后面经常就让她帮我画一些设计图 但是呢她就反倒觉得我是有目的性地去接近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她完全误会我了 男生描绘的是说 女生的设计能力比较强 她喜欢上她了 之后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她一直让女生给帮忙 是吧 女生就觉得她对这个感情不纯 是这意思吗 怎么会有这感觉啊 因为她总是在她需要设计图的时候才来找我 如果我设计的不好的话 她对我的态度就不好 是吗 对 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还是说这事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事实 有时候我对她的态度是不好 但不是说每次都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上次给我的任务 第二天马上就要交稿 她周末的时候就急着要陪她逛街看电影 我不可能说把手头上的工作说放下来 然后就陪她一起去逛街看电影 然后第二天如果交不上搞的话 工作都没了 我哪有心情说去逛街看电影 怎么了姑娘 怎么了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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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问她 这设计工作是你的工作 而是她的工作你告诉我 设计图只是她的强项 我的画是文案跟策划的方面 那现在你们俩还在一个公司吗 现在不在 那你应该跟你公司的搭档去做这个事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话 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他能帮上忙的 多少可以帮上一点 我不想让外面的人去帮我 不想去欠别人人情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互帮互助不是很正常吗 那不是你的工作吗 而且我们知道设计图这样的事 其实在广告界来说是核心创意的东西 对 没错 但我觉得她能在家里 她能帮上忙的话 多少帮一点都行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个个体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不对啊 那你不对啊 那你工资给她吗 都有给 我来问女生 就女生刚才为什么一下就失控了 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感情 并不在乎她给了我多少钱 你刚才为什么失控吗 但我觉得感情根本就不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说到说周末的时候 因为她要陪你去玩 对吧 所以老板教的工作就完成不了 因此回来之后 她就希望你帮助一下 她说到那的时候你开始哭了 她要求你设计的东西多吗 可是她让我设计的东西 都是她的任务 但每回都要我来帮她完成 也就是说她的工作 都是你在帮助她完成 是吗 而且周末出去逛街 也是我给她设计的比较好了 她才乐意陪我去 设计的好了才陪你去 对 就是你给她设计的这个图 你会数她的名吗 对 我承认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好面子 因为后面的有一次 我们的韩业内举行的一场比赛 然后我有拿出一个作品去参赛 结果得奖了嘛 是她的作品得奖 对吧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作品 她署名了吗 我对外没有说她帮我一起完成的 我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面子 但是因为这一次比赛之后嘛 我是跳槽一家比较好的广告公司 也因为这件事情 她呢觉得我陪她时间少了 更不珍惜她了 但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这个这样子的 女生又怎么了 委屈是吗 就委屈的 实际说白了就是 你现在获得的职位 是靠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作品 获得的 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们在一家公司对吗 没有 她在家里 我们现在两个人合租 那就等于现在你的很多东西 是靠她来完成 我理解的对吗 也不对 因为我们一个作品 不是说光靠她一个设计图 就可以完成的 对啊 不就是你们俩 现在联手完成吗 对 但是她从不署名吗 是不署名 但是也不是说 全部都是靠她完成的 行 听明白了 姑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她这个人设计得好就陪你去 设计得不好就陪你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感受和感觉呢 有一回发烧来着 然后她说 她说她上次催着她的稿 但是我当时发烧呢 她还逼着我 让我给她设计铺 然后我当时不开心 给她设计得简单了 她就对我大发雷听的 还把我一人撇家里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心寒 我觉得她更注重她的视野 不是说更注重我 有没有提事 那一次你生病发烧 我对你的态度是有点不好 但是我那一次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上级给我的任务 而且客户第二天 还要我要给她一个交代 所以那次是我升职的一个机会 都是钱啊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 刚好你也生病了 回到家我才知道 我小妹一句啊 你们公司的设计呢 我们公司 我是这个设计部门的一个新人 因为我刚转了 是刚转过去的一个职位 对啊那你们这个职位 要不要求这个文案和图形 都具备的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岗位的要求 是要求只具备文案要求 还是说需要文案和图片 同步要求的这一个职位啊 文案里面跟是一定要配图的 因为图文案是一定要配图的 所以说图的工作 应该是你自己完成的 是还是不是 照理来说是的 但是我需要更好的配图 它这方面 设计图方面比我上场 所以它如果配上我的话 可以做出更完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呢 我看你らcía 这个 qualcosa 什么呢 我想要他理解我一下 不要继续再误解我 因为我是一个 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我想要我们两个人一起 他帮助我在事业上成长 然后我想要给他以后 一个好一点的家 不想要在神圳这个大城市 以后过不上好日子 所以你在来这干嘛呀 说明情况 解除误会 是吧 对 女生什么时候有意识 就是说他是在利用我 这个时间有多长了 一开始是没感觉的 但是到后来 就是慢慢地会有感觉 是什么时候感觉出来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今天来是解决误会 那你今天来是解决什么的呢 我就是想要一个 能多用心对我的感情 就是你今天来实际 还是希望他能有调整和改变的 是吧 他改不改变要看他 是吧 所以女生对这个情感 他也是带着希望而来的 对吗 你要感情 我之前不是也跟你说的吗 等你毕业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结婚 但是你总以着很多很多的理由 然后拒绝我 可是 可是我现在 你要感情我给你啊 我们两个结婚啊 我现在还在进修啊 而且我们现在 连经济能力都不够 怎么在深圳立足 而且你现在就这么急着想跟我结婚 你不就是想着 以后我能一直给你设计图吗 而且你现在对我这样 你说以后我结婚了 我怎么想呢 谈恋爱的时候 你现在就对我那么冷淡 以后如果我结婚了 会不会对我更不好 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虽然我现在 因为我事业比较忙 对你是冷落一点 但是我想说 忙是先苦后填 我不希望先填了之后 后面苦日子那么多 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 把后面的路先铺垫好 以后我会加倍地补偿你 听明白了啊 我听到了现场观众洗礼的叹息之声 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是非曲直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感状态 但是我看在这段情感当中 女生还是有所眷恋的 还是希望有所改变的 男生倒是毋庸慧言地 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大家看完之后 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 给你们说一说 就是在这段情感当中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女生也知道 让男生也清楚地知道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先跟女孩说啊 不是说你和事业 她在选择 你傻得可怜 你知道吗 你压根没在 她的选择范围之内 你只是她利用了 一个工具而已 她根本没有说 把你和事业并驾齐驱 我现在要抉择 我更重视事业一些 还是更重视你一些 你不是 你甭说并驾齐驱了 她都不把你看在眼里 所以我劝你 今天 那箱子都别打开 直接走 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不卑微 不祈求 我看到资料上面 你自己表述 你说 一开始你接受她的时候 你也在打退堂鼓 你觉得你相貌平平 你觉得她长得还挺帅 她怎么能追你呢 就是因为你这种不自信 和你的自卑作祟 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么地卑微 你连自己一丁点的权利 都不争取 你甚至还幻想说 让她能更重视你一点 她怎么可能重视你 你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啊 我因为你有作品获奖 因为你我赚取了更多的钱 我因为你 我以后晋级一个好公司 跳一个好槽 然后我达到了 我人生辉煌的时刻巅峰 那个时候你就不在了 你还以为她能带着你 登上那个巅峰啊 她如果再碰到一个 比你还有才华的女孩 她立刻就会踢了你 她会换掉你的 她对你不存在爱 压根没有爱这件事 你有才华 你相貌并不平平 今天从这个舞台上开始 我希望你正视自己 我希望你做一个 勇敢坚强的女孩 我希望你对自己 重拾信心 你的才华 和你对人的善良 还有你对待这个世界 充满的爱意 一定会有一个男孩 非常珍惜你的 请你对你自己负责任 也对你爸妈有一个交代 好吗 还没想明白 那你的人生也就这样了 对男生 你说我们在一起 都要图对方点什么 是 用你的价值观来说 是 我们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要图点什么 但你图完你得付出吧 一个纯粹 为了物质 而去恋爱 你这都不叫恋爱 去索取的人 是获得不了 失业和幸福的 一定的 请你善良一点 谢谢 男生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女孩 她不会设计 你还会跟她 成为男女朋友吗 回答我 会 我承认 这么没有底气呢 我承认 一开始我是 被她的才华所欺 但是后面我们在一起 这么久了 也是有感情了 我问你的是 如果她没有设计的 这个能力 你会和她成为女朋友吗 你刚才回答是会 对吧 但其实事实上是不对的 你后面说的话是 我一开始被她的才华所吸引 换句话说 一开始吸引的 一定是她的设计的能力 是还是不是 我一开始我也说了 我是 一开始是被她的才华所吸引 然后去接近 去接近她 然后后来发现 她的人挺不错 然后才追她的 我不是因为她的才华 才追她的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她设计的不好 你就会态度不好 反之则会好 换联起来之后都是 你在利用她吗 你们之间是一个 交换的关系啊 我想 我想老师 可能刚刚 你们刚刚也误会了 我跟她说的话 我没有误会你说的话 我说的话 基本上是那女孩说的 你只有在需要她的时候 需要她什么时候 她的设计能力的时候 才去找她 但是对她的态度的好坏 是以她设计 交出来的成果好坏 为一个界定的 接下来 为什么大家对你的印象 会是负面的呢 其实你完全是在用 一种欺骗的手段 来博取这个女孩 为你工作 同样 你面对公司这边 交付也不是你的作品 你所有获得的奖项 得到的升值 都是因为 你的女朋友 在幕后支持你 所以你把它切为己有 一个平面设计作品出炉 一定有四个环节 创意 策划 文案 还有设计 但是你可能 展现在你们公司面前的是 我是一个全才 我能够因此得到公司 给我更多的利益回报 并且更高的职位 但这个手段 就是两个字 欺骗 在事业上和感情上 你都用了欺骗隐瞒的手段 获取到了利益 所以说这种感情 一定不可能支撑下去的 你以此换回来的事业 也不可能长久的 你会自食其果的 你不需要跟我们去辩论 说男女之间 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 有没有利益交换 当然是有了 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但我们再回过来 审视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有得到 或者分享到 你所得的利益吗 没有 他在这份感情当中 他一无所获 他被你蒙骗 所以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是得不来感情 同时又获得不了事业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姑娘 你爱他什么呀 她曾经毕竟也是对我那么好过 既然 在你的描述之下 我们所有人认为 他这个人只会利用 没有感情 你来干嘛呀 你把他描述成这样 当然他自己也把自己 越抹越黑啊 那你干嘛还来呀 我其实真的想说 我们就不能有一丝丝 美好吗 为什么你们要把 这段感情说成如此不堪 我不理解 当你知道他是利用你 而不是爱你的时候 你赶紧走啊 这有什么好留恋的 这样的结果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我想说的不满就赶紧走 如果有眷恋 不要把彼此搞得这么不堪 男生我问你一句话啊 如果他再也不给你画图了 你还娶他吗 娶 照样娶 都说我跟他在一起 跟他谈恋爱是有目的性 我最大的目的 就是跟他结婚 你敢说结婚 你就敢离婚 究竟你内心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如果 就为了画个图纸 为了帮你的工作当中 添砖加瓦 你就要去娶他 那也真的可笑至极 你真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吗 我是这样的 真的是为了几幅作品 就愿意把自己的婚姻搭进去吗 你自己思考 观众也思考 我还是心存一丝善念 希望你们都能够有一个 善始善终吧 从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听不到太多感情 听到的更多的是 你对他的利用 当然我相信姑娘和你在一起 也有所图 是因为你帅 是因为你在外边能说会道 能够让工作 把他的成绩 你去外化出来 取得成绩 让他有价值感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但总之这份感情当中 真的是爱的成分太少 利用的成分太多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 不要因为目的而去行走 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考虑 眼前这个人 我有没有爱 有没有感情 我们在一起 能不能互相取暖 所以我希望你们 都给彼此留一些面子 即便不能相处 咱们就散了 给自己也留一份面子 别让别人认为 你们都那么的不堪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他是为设计者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设计者与设计者之间 应该有最基本的 信心相惜 因为我们都付出劳动 所以我们应该 尊重对方的劳动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是你 这个行业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 类似于像这样的 剽窃的人呢 是由你这样的人 在纵容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要我不纵容他吗 你可以帮助他 但你不能纵容他 一方面你是他的女朋友 一方面你是个设计者 你每一份作品 都包含自己的心血 你知道你这样 纵容他下去 是能够帮助他 真正的能力成长 还是总有一天 他会被别人戳破 他的面具呢 所以你既然自己 不拿自己的作品 当回事 你不拿自己的心血 当回事 你也不把自己的感情 当回事 那就不要说 别人这样去对待你 就是因为你 长久以来的这种态度 造成了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唐二皇之说的 如果我不图他点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当两个人在相爱之书 刚认识的时候 一定是图对方点什么的 家境 相貌 才华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但是当我们已经 深爱了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 那些最初的条件 早已经不是我们最在乎 但如果你已经 跟他相爱了这么久 始终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 那你就不要在这偷坏概念 认为大家都觉得 长久的生活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能从你身上 获得了什么 设计本来是一件 非常单纯的事情 因为只有内心有才华 心里干净的人 才能设计出不凡的作品 但是像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内心的价值观 还能设计出什么好作品吗 生活也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你们俩今天 今时今日能够谈成这样 那都是罪有应得 就这 我理解老师们的愤怒 为什么会愤怒呢 就是在他们结构意识里面 基本的行为规则没有 和异性相处的基本法则是没有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只能给女生一个提醒 也许她是爱你的 也许她是利用你 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 在这段情感当中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自己去感受 听明白了吗 如果你是痛苦的 你就选择离开 如果你是享受的 你可以继续谈下去 因为没有办法 就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 来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想对你说 跟你在一起的这三日子 我对你虽然说不是很好 但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 将来再打算 你要相信我 不要再误会我了 行了 两位 还要看箱子吗 来 请开箱吧 请开箱子 女生放的是什么 设计稿图 啥意思呢 就是告诉她 曾经她的成功 也有我的付出 那个箱子里 我刚才看了一下 男生是放了张卡是吧 啥意思 那张卡是这些年 我们两个人一起 我做的作品 每次的稿费奖金 跟我的工资都放在里面 行 女生是退回来没拿是吧 好 两位请回吧 好 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箱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